大家好 欢迎收听老饭讲故事的YouTube频道 今天我们到了天津跟两位朋友一起 这边是TinyFu 是我的朋友 这边是徐凯 徐凯经常讲在喜马拉雅里讲二战 讲朝鲜战争 他是一个历史类的博主 但是露脸的应该算我们头一回吗 主要是音频 主要是音频 那我们是一个处女秀在这里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 是不是我们现在的科技都是来自于战争 或者说每一次的战争 都会为人类科技进步带来巨大的帮助 这个话题其实很多我的听友都在问我 问的特别多 而且是反复的问 甚至有很多人会觉得特别兴奋 因为今天咱们知道 今天这个世界有点乱了 对吧 有的地儿已经开始打仗了 有的地方打仗已经打了两年了 马上就两年了 对吧 很多人就说 徐凯老师是不是这个科技又要爆炸了 又要发展了 你看这个 比如说这个俄罗斯战场上 大家就看到这个无人机扔炸弹 炸坦克 他能把那个这么大的手榴弹扔到这个 不到一米宽直径的那个坦克的舱盖里 这个已经非常夸张了 对吧 这以前也没见过 以前大家都觉得坦克钢铁洪流 这个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对吧 实际上你发现在这个战场上 面对小小无人机非常脆弱 那是不是还有很多科技要发展出来了 对吧 是不是我们这个要有更多的这个新鲜的东西要出来了 很多人真的对此很兴奋 所以问的还是很多的 OK 我就直接来说说 那那个我觉得是肯定是这样 第一你比方说你们我们看最近有本 算前面比较火的一本书叫芯片战争 他就讲过那个在芯片发展史中间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宝石鹿炸弹 他对整个 他对这个TI的发展啊 对整个芯片产业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我之前做过一视频就专门讲这个发明创造的 有整个一页的纸就在讲是跟美国军方和英国军方有关的科技 美国这个国防部的这个鲜艳科技局对吧 他们主导的比方说计算机的研发 美国弹道实验室主导的NIC 互联网 阿帕网 然后雷达 然后触摸屏 这我一吃半饭数不清了 大概十几二十种 我们今天决定整个人类的包括GPS 我们今天可以吃到外卖的核心 我们可以打到滴滴的核心 其实是美国军方科技 对吧 都是这么来的 所以这个倒是毋庸置疑的一个点 我觉得从一开始来讲至少是毋庸置疑的 对 这个其实确实是比较悲哀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绝大部分的科技 你追根素颜往上走 其实都是来自于军事 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可能两个核心原因吧 第一个核心原因是 军事呢 真的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生死存亡之大事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在进行科技发展的时候呢 有些不于一律 就是说我为了这件事情 我花多少钱都无所谓 他不会像很多我们民间的科技创新那样 说我需要去考虑仇出彼 他完全不考虑这件事情 然另外一个呢 是在军事科技发展的时候 他是完全超脱道德以及法律 包括专利所有这些是建制的 你如果作为一个民用科技你要去发展 我们要想想这个事情是不是符合人伦道德 是不是符合专利法 是不是有版权 是不是存在抄袭 那这个军事咱们用中国人的讲法叫成王败寇 我先坐在这历史书归我写 剩下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所以这个呢也确确实实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确确实实是有大量的科技 来自于军事应用 而且任何一个你去问科技或者科研的单位 他们说我能够接到军工订单 我能够接到军事订单 都是一个让一个科技 或者让某一个领域的科技 可以进行长足发展的一个前提 OK 这里面其实最典型的一个是航空的发展 1903年这个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以后 11年之后一战爆发 一战爆发的时候 世界各国普遍还没有像样的空军 然后飞机都非常少 但是咱们知道一战爆发的时候 德国是这个施力分计划 对吧 一个右勾拳 然后两个集团军直插这个巴黎 就把巴黎拿下 法国就投降了 然后结果当时就是法国一架小小的侦察机 然后发现了这个德国两个集团军之间 有一个30公里宽的缺口 然后就带领这个法军就是从这个缺口插进去 然后最后就把德军给拦在了巴黎之外 所以这之后所有的国家都开始重视空军 大力发展飞机 那天到一战结束的时候 就比如说空军了 飞机已经分了好多类 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 还有专门给炮兵叫设的这个观察机 对吧 一战之前这些任务基本上都是飞艇或者气球来干的 那到二战的时候就没有任何人怀疑飞机的这个价值了 二战之前 这个西方最流行的理论叫轰炸机制胜论 就是说这个只靠飞机去轰炸敌人的这个工厂 甚至是这个生活区对吧 这个交通线什么的 就可以瓦解敌人的战争意志 然后消灭敌人的这个战争潜力 就可以赢得下一场战争 甚至不需要这个陆军的占领 说白了就不想死人 那所以你看美国和英国的飞机都是以这个为基础发展的 所以其实还是很典型 更不是说像原子弹 像咱们今天的导弹火箭 是吧 包括像刚才咱们说的好多民用的这种科技 其实都是诞生于战争 但其实呢 我说这些呢 我是这个这个这个话题 我是一个我 其实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就是首先我觉得有一个误区 就是科技这个词在中文里是一个词 但是英文里它实际上是两个词 科学和技术 对吧 实际上战争大量促进的是技术 而且是技术向军用方面的这个应用 对吧 咱们仔细想想就是这样 它实际上次用的 你看这个刚才说的飞机 到一战的时候侦察轰炸扔炸弹 到二战的时候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对吧 火箭然后原子弹等等 它实际上促进的是这些技术往军事方面的应用 但是这些技术的发展和积累或者诞生 基本上都不是在战争年代 那原子弹的诞生 就是原子弹的理论是没有秘密的 大家其实二战的时候就是比谁先造出来 美国人有钱 花了当时的20亿美金 13万人在沙漠里凭空建了一个小镇 对吧 莫斯阿拉莫斯沙漠里凭空建了一个小镇 来造原子弹 来试验原子弹 其他国家没有钱 没有精力 没有这个资源去干这个事情 然后美国当时就是自己光油 有浓缩油的原料弄了600吨 然后德国一共弄了不到一吨 然后所以他这个实际上是没法比的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各国对他这个东西的重视不一样 我那个讲二战的节目经常说 有好多这个喜欢这二战历史的这个听友啊 都是这个觉得听德国战败扼腕叹息 哎呀你这个德国军装这么帅 武器这么厉害 这这么能打 谁谁 那个元帅这么能打 那个将军这么打 怎么都战败了 扼腕叹息 对吧 这要是早点发明出 德国发明出原子弹来 对吧 你看那些大神都是德国人 海森堡 什么这个海森堡 就是德国原子弹项目的负责人嘛 是 是吧 他就是哎但是实际上德国没发生原子弹的原 根本性原因除了这个钱资源不够以外 是领导不重视 是吧 那个就是你看 就是说希特勒这个人 他是这个呃没上过学 嗯 对吧 就是没有任何文化 完全草莽出身 所以你看他后来支持德国研究很多新式武器 就是他能想象一千吨重的坦克 速射步枪 能打好几十公里的大炮 但是他无法想象出来说一个这个几百斤的炸弹就能炸平一座城市 嗯 就超过他的想象想象力了 所以这也不能怪他对吧 不能怪他这个因为是这个就是他无法理解 就跟今天咱们说对吧 说明天我要跟这个泰森打架 我可能这个请一个更好的教练 带一个更好的拳套 我去练我的体能练我的力量 我不会想到说我去练一个什么什么这个这个这个什么那个那个叫什么就是隔空取物 把泰森的那个什么什么器官给摘下来对吧 那不可能你超过你的想象能力了 这是一个更本质的原因吧 嗯 这个从我现在的想法呢是这样就是呃 战争的结果呢其实是有很大偶然性的 就是我们今天去分析的很多东西呢 其实叫倒果为因 美国赢了 然后我们想他为什么赢 德国输了 我们想他为什么输 但其实在输与赢的过程中的有非常多的偶然性 嗯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之所以觉得今天有很多的科技是来自于战争 或者是说战争促进科技的发展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战争是不去讲任何的虚的东西 最后他是一个幸存者来去书写历史 说OK我用了这些技术我赢了 那我来告诉你这个东西就是对的 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对的 其实既直到现在为止也不一定就有一个结果 像很多的船造出来了 然后也出去上去打仗 然后发现不行 现在俄罗斯很多武器输来上去打仗不行 为啥没打过 对吧 你没打过之前 我们在整个的科学里头有什么学乏 有什么这种学术领袖 有什么这样的东西 但是你上来打 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 当然还有很多的偶然性在里面 但是最终我们会总结出来 OK每一次战争了以后 他会把大量的科技进行这种趣味存真 有一些人去做的一些说因为我是谁是谁 所以我说的一定是对的 对吧 结果发现打仗的时候不是这么回事 对吧 他就会被淘汰掉 然后有些人说 你像那个我记得当时AK47做出来的时候 也是说所有人说你这玩意不行 这个肯定有问题 上战场好使啊 对吧 这个东西他没有任何其他道理 你就上战场好使 这个因为我们以前在盛大的时候讲道理的文化 上来先讲数据 数据是这样 那就是这样了 对吧 但是这个呢 其实讲数据这件事呢 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一点点涉达 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我不管为什么 我们只管结果 或者叫结果导向论的一点点东西 就是你不要跟我讲什么邪不胜正 你不要跟我讲什么正义战胜邪恶 胜利的那个人就是正义的 对吧 像我们很多涉达的人就是讲的 当然我个人我觉得还没有那么涉达 我觉得这样呢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从整个文明发展史上来看 就科技或者说不光是科学 也不光是技术 它都表现出一个 它没有一个清晰的方向性 谁也不知道下一次的科技突破在哪里 那么战争呢 它跟民用最大的区别就是说 它把很来很多在民用上 没有人能想出它干什么的东西 给实践出来了 就比方说原子弹 咱们提到这个事 原子弹这个理论没问题 但是为什么是原子弹先出来 而不是核电站先出来 核电站不是更对人类有意义吗 是因为在那个时间点 造原子弹还能造出来 造核电站需要的科技更复杂 当年是造不出来的 你没法想象这件事 但是原子弹爆炸出来以后 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说 那么一点点的核原料 它蕴含的能量有多大 那么我们去再去造核电站的 这件事情就能让人理解了 对吧 所以呢 战争让很多很多 本来是天马行空 看不出来有任何价值 不知道商业价值在哪里的 这些东西 有了很大的价值 比方说我们举最短的例子 还是回到我刚才说的几个例子 对吧 比方说第一计算机 最早 这个ENIS造的时候 我们说的要算弹道 说是算弹道 实际上造出来以后呢 就已经没有什么弹道要算了 就用来算核武器 这都非常合理 而且当时非常能拿到 美国预算的应用 但是今天计算机 可不是用在军事上为主 或者说在民用各个领域都在用 我们做游戏 我们玩游戏 我们算账 各方面都在用 但是你说在那个年代 如果没有军方这个单子 把计算机造出来 哪个商用的民用的这个项目 当时能做这么大投资 做那么贵的一个ENIS 对吧 以它的运算量 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手表的运算能力 在当年就是全世界最贵的一个 一个房子了 可以这么说 那再想比方说互联网也是这样的 我们我们其实到了 可能到了这个克林顿说 这个互联网高速公路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互联网干什么的 到互联网90年代进入中国了 到2000年中国第一次 这个叫什么门户网站 这个泡沫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说不明白互联网能干什么 但是互联网在美国备战的 这么一个基础原因下 它就已经建设起来了 建设起来以后 发给民用以后 它就形成了非常大的威力 GPS更加是一个 如果你不从战争的角度去想说 我们只是为了给每个车导航 我们造一个这么贵的 全国性的全球性的网络 到底干什么 但是我很想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比方说我们在古代 我们造了一把非常锋利的刀 在军队上 然后杀物不胜 战物不胜 这个能不能带来民用的好处 能不能带来家里的菜刀都变得更快 我觉得毫无关联 对吧 就是特别是二战以后 美国的一些军事科技 和民用的结合 它其实是一个资本主义 一个现代社会管理 包括刚才讲 造原子弹集合了这么多人 它中间包含力 一个巨大的工程 现在对 现在工程管理能力的一个东西 这些东西 它到了这个现代社会 这个现代性下 它才能产生出一个这么贵的军事的东西 能给民用带来很大的好处 特别是我觉得 我们可以提提 就是说 苏联 在跟美国进行军事上的军备竞赛的时候 它把经济拉垮了 美国跟苏联做同样的事情 却把经济做得越来越好 这就说明同样的一个科技 放在不同的社会 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用法 它实际上对人的用途是不一样的 对吧 就如果假设我们今天认为希特勒成功了 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也不好假设 对 对吧 就是这种美苏争霸 苏联成功了 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们也很难假设 对 其实要这么讲 就是说我们现在之所以觉得 大量的民用科技来自于战争 核心还是因为 现在美国的这种叫自由资本主义制度 因为我们要再往前看 其实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案例 是文明被愚昧打败了 对吧 中原文明 我们是有农耕文化 有这个自古以来之礼 然后有各种的野铁技术 什么都有 然后我们是一次一次的 被野蛮的少数民族屠戮 对吧 而且屠戮了以后 没有带来任何的变化 没有带来任何的改变 他们进来以后还说 我也是花下子孙 算了 你们把这东西拿来 我关两年 对吧 人家把涮羊肉带给你了 对吧 涮羊肉带给我了 好吧 但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 就是整个的社会的文明 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就是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个 其实都是二战以后的事情 一战以后 二战以后 实际上都是美国的故事 其实这个中国古代挺有意思 就是说咱们被少数民族征服的几次 其实可以理解为 还是一次政权的更迭 只不过方式不一样了 你说元朝 他能算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吗 他可以算少数民族了 因为华人是少数民族 但问题是他整个社会的主体 还是华夏人 还是说汉允 你看那时候有外国人 波斯的商人 阿拉伯的商人到中国来 还是认为中国是一个说汉语 写这个汉语诗 对吧 还是一个这样的民族 对吧 包括清朝一样 所以尤其是到这个 就是清朝征服的中期后期 那看中国还是一个 对吧 这个是没有办法 因为少数民族为了占领中原 都在给自己编一个祖宗 说我也是华夏祖孙 对吧 要不然他没有这个合法 他必须要融入 而且他们一直什么呢 就是他打进来的时候就说 我羡慕的是汉家人的生活 我羡慕的是汉家人的物质 文明和花花世界 所以我要来去占领你 然后我还是要你们家 值得布 你们家种的粮食 还有汉家女子 他们要的是这些东西 刚才泰尼富老师说那个问题 说这个希特勒要是打胜了 他后来这个世界会怎么样 其实我们是可以知道的 这个20世纪前30年 世界的科技中心不是美国 是德国 世界上最多的这个诺贝尔奖得主 而且都是在前沿领域 他不是诺贝尔文学奖 或者是和平奖 对吧 前沿在最前沿的物理学 爱因斯坦 波恩这个海森堡等等等等 对吧 都是德国人 世界的这个科研中心 柏林大学 戈廷根大学 红堡大学 基本就这几个大学 希特勒上台以后 先是任命了一个冲锋队的 一个什么小队长 还是中队长 当这个红堡大学的校长 这个哥们是兽医出身 冲锋队为什么是褐色的衣服 叫褐山队 就是因为德国的那个屠夫 都是穿褐色衣服 好吧 他一来显示比较亲民 屠夫都是社会底层 二来是这个就是比较吓人 同时你看一帮屠夫 好几万人的街上游行 你吓一跳 对吧 所以任命了一个冲锋队的头目 当这个红堡大学校长 这哥们以前是兽医 然后他一上来以后 先把这个学校里所有的 这个犹太人的这个 这个教授 教师全给清理走了 然后清犹太学生 然后开了这个 多尔门纳粹理论的 种族理论的课 然后最逗的是 还开了80多门兽医课 这就本行 对吧 得按照他的这个 这个想法来教兽医 就是你看你们以前都不行 就我行 对吧 所以那你说红堡大学 一下就成什么样子了 所以其实你想 如果未来 真的像有一个美剧 高保齐人那样 对吧 这个德国日本 赢了 赢了 那就是这样 对吧 他们打到哪 把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 就带到哪 我今天 我应该是昨天吧 在推特上看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帖子 什么呢 就是说为什么黑社会是不能管理高科技的 说所有的黑社会或者说这些流氓团队 他们也可以建立很大的企业 但是他们一定会去做那种最基础最简单的行业 他不能去管理高科技 然后有很多人说说这个原因是他们一定要去搞一个 他们自己搞得懂的事情 一旦是他自己搞不懂 那么他可能最终就会大权旁过 因为对于他来说掌权 留在这里能够指导大家 那么才是最重要的 对吧 像刚才您讲的那个什么洪报大学这个案例 对吧 就跟咱们现在这个大学新疆政治是一样 不能乱讲 这个不能乱讲 对 你不想混了 是 你不想混了 是是是是 就是反正还是要有指导吧 咱们按统一的一个思想来指导 然后学物理学化学 对吧 这个呢 是会对这个科技发展会有巨大的阻碍 因为他每一个 比如说在上面去管理整个项目 咱们就说黑帮吧 黑帮 比如说我今天管理了一个大学 那么他会要想一个问题 说为什么今天是我管理 而不是别人管理 那么我一定要有一个准则 说我可以继续管理下去 而不是过两天换别人管理了 对吧 他们他就是说 OK所以我搞不懂的 通通都不要去来 然后都按照我这套东西来 对吧 那么他就会搞成这样 所以如果真的是说一个独裁的黑帮 咱们就说管理大学 不要说其他东西了 那么大概的结果 就是像刚才都讲的红宝大学那样 红宝大学那样 你看苏联特别有意思 苏联虽然各项科技落后于西方世界 但它有一项很强 数学 在整个冷战期间 苏联的获得国际各种数学竞赛奖的人 特别多 包括最有名的一个佩雷尔曼 他是破解的 是黎曼猜想还是哪个猜想 我忘了 对吧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苏联的人不懂数学 不懂你们在干什么 甚至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你连题都听不懂 对吧 而且这个领域也是聚集了最多的苏联的犹太人 是 苏联也是一个非常抬犹太人的国家 咱们可能知道 今天以色列有25%的人是俄罗斯裔 是 就是从俄罗斯和后来的苏联跑过来的犹太人 当时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去关集中营 对 所以以色列你看他的国策一直是很亲俄的 他国内说俄语的人非常多 对吧 都是这个事情 对 所以其实做科技有一个很本质的东西 就跟刚才我们讲说 战争是检验所有的屈尾存真的过程一样 叫实事求是 对吧 你如果不能实事求是 我们先讲政治了 那么最后就不会有科学 对对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你一旦实事求是了 万一实事求是了 然后决定说这事不是不给我管了咋办 所以这事还是有问题 他有一些天生的矛盾是解决不了的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防止老范继续下滑 我们要回到科技和军事这类事 回到科技和军事 我觉得就是说 刚才不是也提到这个乌克兰这次账吗 或者说最近的这几次账 其实就是说我觉得军事就像老范说那个 就是实事求是这事 就是容易让我们打破迷思 就是每一次世界大战 或者每次重要的军事战争 都让军事的这个教学史和军事的这个研究史 发生巨大改变 就是你墨守成规 你觉得坦克天下第一 你觉得这个天下第一 那个天下第一的人 总有可能被一场新的战争打灭所有幻想 而那些反正我反正就是想着怎么解决问题的人 往往会屡战其功 对吧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人类 其实我觉得今天真正的战争大杀器 还没有上战场 就是AI 自动瞄准 自动屠杀这种东西 现在还没有上战场 这个东西可能大家都不太赶上的上去 一旦上去以后 人类的战轴的面貌会改成什么样 有点像那个这个机关枪 对吧 发明的时候想法说 我打得狠一点 让你们少死点人 结果变成屠杀工具 AI现在你不管怎么想 就是说你的目标是什么 很有可能变成新代屠杀工具 但是翻过来 我就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人类 因为以前不是一直有个话 我以前也经常听 我现在特别反感这句话 就是说科学技术是双刃剑 我就说你什么不是双刃剑 米饭一天吃一碗行 让你吃一锅 你不就死了吗 你就撑死了 或者说你就血糖就高了 就爆掉了 那么但是我觉得说 我最近一直有个观点 就是说人类一直在发展科技 也一直在发展人性 但是比方说你在生产出核武器这种 灭国籍武器之前 人类的人性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考验 是 你就算是个再大的暴君 你也没有能力说一面之间 把世界干掉 一个命令毁掉一个城市 毁掉一个国家 对吧 现在别 就是有点像你刚才说黑帮那事 是 现在某些黑帮国家都能造出 我说的是很小的国家 我只能灭你没有超过几百公里的 就是很多小国 很多小国对吧 就是经济也不好 但是他也可以分发吐枪也可以把核武器搞穿 但是最终就会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技术发展了 回到一个人性 人类怎么去掌握那种远超人类能力的武器 比方说你一开始有把剑 你再有本事 你砍十个人就到头了 你有一把手枪 你打死二十个人三十个人很正常 你有一把机关枪 你一个人吐一万人都可以 你有了一个核武器 一个人可以吐三十万四十万 一百万人对吧 那么未来的世界 人类的能力越来大以后 战争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可怕 就是今天我们说 一个玩具一样的无人机 带个手榴弹 就能完成以前用武装直升机 或者是用专门的反坦克武器 才能完成的一个对坦克的狙击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科技 不管是军事民用的 回到一个问题 要考验人性该怎么办 这块呢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 其实我们讲到的科技 不光是这种 比如说怎么造出原子弹来 怎么造出互联网来 怎么造出这样东西来 其实有很多的叫社会组织形式 对 社会运作方式 其实也是科技的一部分 而现在近几年的战争 特别海外战争以后的 其实呢 他对整个这一块提出了新的要求 现在新的战争不是说将帅在后方运筹帷幄了 而是什么呢 我们为前方的士兵去赋能 他走在前面 他可以看到真实的情况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他会去做很多的说 我要去做一个角色 做一个判断 然后我后方只负责提供一些基础的设施 提供火力的掩护 提供一些其他的运力 提供这些东西 越来越像打游戏了 不 他其实是这样 就这些东西都是从海外战争以后出来的 对 越来越像打游戏 对 然后呢 这个东西其实跟某些说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唯一思想的那种 他是相违背的 你怎么要来了 要来了 是 所以有些东西我们最后学不了了 忍不住 对 他会有一些问题 我觉得这个不用太过担心 是 就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还能怎么回答 这个人类历史 从古代原始人发展到现在 战争是越来越残酷 还是相对越来越不残酷 看你怎么来去定义残酷这件事情 你就凭感觉说别太那个 OK好吧 你比如说吧 白起坑杀十万 对吧 他残酷吗 四十万 四十万 白起坑杀四十万 他算是一种残酷吗 对吧 这个日本人抛腹自杀 算是一种残酷吗 还是一颗原子弹下去 我只要按一下按钮 然后这个几十万人就不见了 算是残酷吗 对吧 他到底什么是残酷 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 我们今天通过 比如说TikTok 让美国人都不再结婚生孩子了 那么这个事情残酷吗 美国文国灭种 对吧 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 就是说残酷的东西是 我们以前叫 如何定义 人类呢 叫物伤其类 我们看到一个 长得像我们一样的东西 然后被破坏了 被摧残了 我们会怀疑我们自己的 这个位置 说我为什么会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人其实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 一直是在投避这件事情 越在古代的时候 其实他觉得 我们看什么殉葬啊 看什么这东西是没问题的 然后到现在呢 因为特别人文主义以后 说我们不能再看这件事啊 这个所有的 有伤口的流血的 然后这个出骷髅的 然后这些东西 我们都不要看了 对吧 现在变成这样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 特别是AI 可以做到的很多东西 会让这个人就不见了 所以就看你怎么 竟然残酷 你可以让他快快乐乐的 然后衣食无忧的 然后每天去打游戏 每天去开心的 吃吃喝喝的 然后就 可能这个种族就没有了 到底什么是残酷 对 我基本上也是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 你得看哪个角度 对吧 就比方说 对 对 你杀福算残酷 还是说 我虽然不杀福 但是我一次杀了你一万人 但我都是在战争中杀的 对吧 我只杀了20个福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随着AI 我们有可能是 未来战争是这样的 这国家派了10万机器人 这国家派了10万机器人 一个伙人都没出事 这国家的10万机器人被图禁了 就认输了 也可以 也有可能 也许是未来是这种代理人战争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很难判断 很难判断 就是而且残酷一定是有N种维度 是 N种维度的 不好说 你们俩思考这个维度都太高了 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感性的问题 然后它也应该是有一个 类似于正确答案的 就是战争其实越来越不残酷 这个标准就是说 受到战争波及的人数 比如咱们今天在电视 看着哪儿哪儿打仗 咱们不算被波及 对吧 真正战争波及到 比如说你这个吃不上饭了 留意失所了 对吧 或者家里人得被迫参军了 对吧 等等的 这叫被波及 被战争波及的人数 占总人的口的比例 实际上是大大降低的 那你最典型的 在原始社会的时候 两个部落打仗 一个部落打赢了 一个部落打数 打数那部落可能都没了 对吧 这个青壮年被杀光 小孩当奴隶 这个妇女当奴隶 对吧 那你其实到了那个 17 18世纪 那个北美的原住民 他还是在这个 这个状态 是吧 所以 但然后你到 刚才说像白起 那个时候国家有军队了 有专门人负责打仗了 我打的是 打仗的时候的首要目的 也是消灭那个 敌国军队 图成什么 那是附加的 而且不是说必然的 那是一个震慑手段 对 但你到现在 这个对吧 到19世纪 开始有这个国际法 有战争法 对吧 有这些来约束这个事 其实它是一个 越来越不残酷的一个过程 你别看原子战 一个原子战下去 几万人没了 但是相对于世界当时的几十亿人口 它其实是极低的 或者像刚才说的 一个国家把另一个国家战场上打败 它就能屈服了 对吧 这就不像那个部落跟部落打仗 那谁能跟谁屈服 实际上还是越来越 这个这个越来越不残酷了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科技发展 说回来 说这个问题 说的是 未来的科技发展 人的这个这个这个什么理论啊 道德规则也跟着发展适应 对吧 应该还是一个越来越不残酷的一个过程 只不过咱们对残酷的标准太高了 变高了 是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 因为这么讲吧 就是在美国呢 其实发现过这个问题 就是他们这个PTSD 叫战后应激综合症 对 因为呢 当一个人 你到战场上去 然后进行了残忍的杀戮以后 他就没法再回到正常的中国去了 所以他会在这个过程中说 OK 其实你杀死的对方 本身 那个人死了 就没有了 但是呢 对于这个执行者来说 他其实是要背负这个东西一辈子的 那么从美国说 OK 我现在也要对这件事情负责任 我甚至还要出钱来给你去做治疗 甚至还要做这个专门的这个机构 来去养这些人 然后他们可能回到社会以后 还会造成别的社会伤害 对吧 他会处理这样的问题 所以他们说 我们尽量不要让大家看到这个事情 我尽量让这个 或者我们像以前叫君子远刨除 你别看着 那个东西死了 你别看着 最后坐上吃肉就完了 对吧 但是这个吃肉就有点什么了 对 然后就是我觉得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最近这个二战以后的这几十年的和平 是否是一个世界常态 还是一个核武器造成的恐怖均衡的一个短期结果 就是说未来科技更不可控了以后 这个恐怖和平被打碎了 会造成血流成河 还是说继续延续这种恐怖和平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个情况就是说 就还是回到核武器这个事 就是说美国当时扔原子弹的时候 光明正大 说你们不是说要一亿欲碎吗 我就来 我们给你炸死几万人 至少你不用一亿欲碎了 但是呢 也有很多人不信这个说法 一个是不信 另外就是说 也许你不炸 也许人家也不会真的一亿欲碎 也许死个三万五万人就不玩了 对吧 所以说呢 就是有点像电车那个困境 你炸死五万人 避免一亿欲碎 到底是不是相当于杀一个人就五个人 对吧 是能不能这么对比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在伦理 在这个残酷 在道德这个层面上 它不会有唯一答案 我们心里总还是嘀咕 对吧 就不管这个事 我们从逻辑 从理性上 觉得可能是对的 但我们心里还是在犯嘀咕 我觉得未来也不好说 但我觉得你说的总的趋势 我觉得是对的 就是说 确实我们可以让战争波及的人越来越少 也许有一天我们就回到了一种 就像我刚才说的 让机器人打 既然你们国家最重要的武器是机器人 机身都打光了 你何必让人去肉搏呢 人跟机器怎么搏 对吧 那也许会走到一个 至少是人性化的一个路径上去 不好说 我还是觉得不好说 从我的角度上说呢 我倒是不认为说 我们会变得越来越不残酷这个事情 因为你所谓变得越来越不残酷呢 就是人本身是要是重要的 这个你比如说一个人的生命 对于他的种群 对于他的政府 对于他整个的领导 什么都是很重要的 我记得原来斯大林讲过 说你这个死一个人是一个悲剧 死几千人的时候 他就是个数 对吧 当你被这样的人去做决策的时候 你没法去确定说 我们未来到底向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 之所以现在你说 我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好了 对吧 这个事情呢 只是个偶然 对 我觉得这个就跟三体说的时候 你看我这么多年都和平下来了 只是一个偶然 这个战争中没有容易的选情 对 对吧 你说这个扔原子弹 刚才说这个问题 对吧 那你谁也不知道 没法证委 对 扔原子弹当初是最早是七个备选城市 后来这个陆军部长史听生说 这个京都这个地儿不能炸 对 太美了 我跟我夫人蜜月在那过了 太美了 别炸 所以京都留下来了 留下来了 今天咱们去日本 对吧 只有京都 只有京都还全是那个很多古 真的古迹 其他所有20万人以上的城市 都平了 全炸平了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 你说这个选择 就因为他跟他夫人在那过的蜜月 对 这个就是 但是其实我觉得刚才说这个残酷不残酷 主语应该是战争 而不是人 对 人性永远是残酷的 古人他不会这么杀人 只不过他没有机关枪而已 对吧 这个战争越来越不残酷的 比如咱是一个外星人 这个一万年前来过一次地球 今天又来一次地球 一看 人类这个族群已经从 当时比如说多少 全世界只有几百万 变成了今天70亿了 而且这个之前一杀 就是一个这个部落没了 今天变成 点到为止 虽然死几万人 但是对相对70亿来说 你这个但是 对吧 以基因学的逻辑来说 以基因学的逻辑来说 老范那个可能是对的 就是现在虽然战争死的 这个基因种类 不够多 大家不收了 这个很多基因就变绝了 那是另一个问题 那是另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我们也聊了不少时间了 然后最后呢 我想一下啊 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一直都在假设 是由越来越有人性的人来去决定战争应该怎么打 而现在我们马上要有一个新的选手加入进来 就是AI 他其实是没有人性的 吓死我 对吧 或者他替我们决定什么是人性 对 他这个 因为你要想教会AI到底什么是人性这件事 其实还是挺难的 对吧 现在所有的这个 他去决定说 我要去做一个这样的角色 还是要去做那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为什么一帮人 就是美国OpenAI那帮人再去做超级对齐 超级对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让他去学习人性的一个过程 或者是像我们一样 用我们的道德标准去判断每一个事情的得失的一个过程 但是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 我怎么觉得后背这么凉 是的 我对人类是没什么 这个个人的人性 我是没什么信心的 对 AI你更不需要有信心 更不要有信心 对 因为AI这个东西呢 就是他最后 其实很多人在问我们说 AI会不会伤害人类 其实我觉得AI有时候他可能不是故意的 就跟小孩似的 小孩是没有人性的 因为人性是在从小长大的过程中慢慢学会的 对对对 对吧 你跟小孩 为什么很多时候小孩是很残酷的 他没有人性 AI就是个小孩 甚至连小孩都不如 对吧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让他去替我们做大量的角色以后 他可能就是 我一不小心踩死了20个 或者我一不小心 那边忘了给他们发吃的了 我一不小心忘了给哪去供养器了 他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或者对于我们来说 这就是个小bug 对于程序员来说就是个bug 对吧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 是会越来越多的干涉到我们的生活中去 这个可能我们需要慢慢的面临一个战争的一个新的形势 有新的参与者进来 他那个电影 我机器人不就说吗 I Robert 对吧 你告诉我 让我们保护你 我先告诉你们人类 怎么保护你们 就把你们都卷起来 对吧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所有的AI电影里头 其实他都是想象 AI像人一样思考问题 但其实AI不是那么思考问题的 AI的思考方式 像我们这种程序员会有一些 比较就是更数据一点的理解方式 对 第一个就是说一个不好的消息 就是据说OpenAI本来那个用户手册里说的是不能用于战争 这条被删了 对 最近刚删掉的 但第二条我倒觉得是这样 就是我跟老范子的观点一样 就是说之前所有的以为今天的AI会像人一样思考的 包括我跟他建立一些逻辑准则这些东西都是错的 至少我们知道今天的XDGPT它不是这样的 它更像是一个统计结果 是 它表现的非常像有自我思维 但今天我们还不认为它有自我意识 所以你谈不到自我意识觉醒 但是有一个问题在哪呢 就是说人因为跟人是同类 所以不管任何一个人杀了你或者杀了你的亲人 你是恨这个人 你不会恨这个群体 但今天比方说我们把机器人赋予它个使命 做刽子手 有人可能就会恨刽子手 他会认为这个机器在行使杀人的这个工作的时候 它带有它的情感 或者你今天把一个机器士兵放在战场上去 他如果杀了敌方的人 他不杀几方人对吧 杀了敌方的人 敌方的人他可能会把这个仇恨投射到机器人这个类型 这个物种上去 而不是投射到对方去 人的时候他是不会这么投射的 不会因为有一个人杀了你 你家的亲人你就认为人类不行了 所以这有一个问题 会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在战争上 好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条就讲到这里对吧 我们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历史相关的博主一起来去聊一聊 叫我们俩是 军事历史 军事历史 我们两个算是理科生 工科生 我们俩其实是工科生 都是两个程序员 对吧 然后我们找了一个 其实你也是工科生 我也是工科生 但是后来再去没干本行 再去讲历史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会有一些更有趣的碰撞出来 也会非常有意思 好 今天这一期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再见 一晚行 让你吃一锅 你不就死了吗 你就撑死了 或者你就血糖就高了 就爆掉了吗 那么但是我觉得说 我最近一直有个观点 就是说人类一直在发展科技 也一直在发展人性 但是比方说你在生产出核武器这种 灭国籍武器之前 人类的人性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考验 你就算是个再大的暴君 你也没有能力说一面之间 我们把世界干掉 一个命令毁掉一个城市 毁掉一个国家 现在就是有点像你刚才说黑帮那事 现在某些黑帮国家都能造出 我说的是很小的国家 我只能灭你没有超过几百公里的 就是很多小国 很多小国对吧 就是经济也不好 但是他也可以搞得了 分发吐枪也可以把核武器搞穿 但是最终就会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技术发展了 回到一个人性 人类怎么去掌握那种远超人类能力的武器 比方说你一开始 AI绝对是这样的 有把剑 你再有本事 你砍十个人就到头了 你有一把手枪 你打死二十个人 三十个人很正常 你有一把机关枪 你一个人吐一万人都可以 你有了一个核武器 一个人可以吐三十万四十万 一百万人 对吧 那么未来的世界 人类的能力越来大以后 战争的可能性 也越来越可怕 就是今天我们说 一个玩具一样的无人机 戴个手榴弹 就能完成以前用武装直升机 或者是用专门的反坦克武器 才能完成的一个对坦克的狙击 对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科技 不管是军事民用的 回到一个问题 要考验人性该怎么办 这块呢 我有一个想法 这是 其实我们讲到的科技 不光是这种 比如说怎么造出原子弹来 怎么造出互联网来 怎么造出这样东西来 其实有很多的叫社会组织形式 对 社会运作方式 其实也是科技的一部分 而现在近几年的战争 特别海湾战争以后的 其实他对整个这一块 提出了新的要求 现在新的战争 不是说将帅在后方运筹帷幄了 而是什么呢 我们为前方的士兵去赋能 他走在前面 他可以看到真实的情况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他会去做很多的说 我要去做一个决策 做一个判断 然后我后方只负责提供一些 基础的设施 提供火力的掩护 提供一些其他的运力 提供这些东西 越来越像打游戏了 不 他其实是这样 这些东西都是从海湾战争以后出来的 对 越来越像打游戏 对 然后呢 这个东西其实跟某些说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唯一思想的那种 它是相违背的 你怎么又来了 又来了 是 所以有些东西我们最后学不了了 忍不住 对 他会有一些问题 我觉得这个不用太过担心 所以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还能怎么回答 这个人类历史 从古代原始人发展到现在 战争是越来越残酷 还是相对越来越不残酷 看你怎么来去定义残酷这件事情 我就凭感觉说 别太那个 好吧 你比如说吧 白起坑杀十万 对吧 他残酷吗 四十万 白起坑杀四十万 他算是一种残酷吗 对吧 这个日本人抛腹自杀 算是一种残酷吗 还是一颗原子弹下去 我只要按一下按钮 然后这个几十万人就不见了 算是残酷吗 对吧 他到底什么是残酷 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 我们今天通过 比如说TikTok 让美国人都不再结婚生孩子了 那么这个事情残酷吗 美国王国灭种 对吧 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 就是说残酷的东西是 我们以前叫如何定义 人类呢 叫物伤其类 我们看到一个长得像我们一样的东西 然后被破坏了 被摧残了 我们会怀疑我们自己的这个位置 说我为什么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人其实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 一直是在投避这件事情 越在古代的时候 其实他觉得我们看什么殉葬啊 看什么这东西是没问题的 然后到现在呢 因为特别人文主义以后 说我们不能再看这件事啊 这个所有的 有伤口的流血的 然后这个出骷髅的 然后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要看了 对吧 现在变成这样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 特别是AI 可以做到的很多东西 会让这个人就不见了 所以就看你怎么惊人残酷 你可以让他快快乐乐的 然后衣食无忧的 然后每天去打游戏 每天去开心的吃吃喝喝的 然后就可能这个种族就没有了 到底什么是残酷 对 我基本上也是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你得看哪个角度 对吧 就比方说 对 对你杀服算残酷 还是说我虽然不杀服 但是我一次杀了你一万人 但我都是在战争中杀的 对吧 我只杀了二十个服 还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随着AI 我们有可能是未来战争是这样的 这国家派了十万机器人 这国家派了十万机器人 一个伙人都没出事 这国家的十万机器人被图禁了 就认输了 也可以 也有可能 也许是未来是这种代理人战争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很难判断 很难判断 就是而且残酷一定是有N种维度的 是 N种维度的 不好说 你们俩思考这个维度都太高了 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感性的问题 是 然后他也应该是有一个 类似于正确答案的 就是战争其实越来越不残酷 这个标准就是说受到战争波及的人数 比如咱们今天在电视看着哪儿哪儿打仗 咱们不算被波及 对吧 真正战争波及到 比如说你这个吃不上饭了 留意失所了 对吧 或者家里人得被迫参军了 对吧 等等的 这叫被波及 被战争波及的人数 占总人的口的比例实际上是大大降低的 那你最典型的在原始社会的时候 两个部落打仗 一个部落打赢了 一个部落打数 打数那部落可能都没了 对吧 这个青壮年被杀光 小孩当奴隶 这个妇女当奴隶 对吧 那你其实到了那个17 18世纪 那个北美的原住民 他还是在这个状态 是吧 所以 但然后你到刚才说想白起 那个时候国家有军队了 有专门人负责打仗了 我打的是 打仗的时候的首要目的 也是消灭那个敌国军队 图成什么 那是附加的 而且不是说必然的 那是一个震慑手段吧 对 但你到现在这个对吧 到19世纪开始有这个国际法 有战争法 对吧 有这些来约束这个事 其实它是一个越来越不残酷的一个过程 你别看原子战 一个原子战下去 几万人没了 但是 但是相对于世界当时的几十亿人口 它其实是极低的 或者想刚才说的 一个国家把另一个国家战场上打败 它就能屈服了 对吧 这就不像那个部落跟部落打仗 那谁谁能跟谁屈服 实际上还是越来越 这个这个越来越不残酷了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科技发展 说回来说这个问题 说的是未来的科技发展 人的这个这个这个什么理论啊 道德规则也跟着发展适应 对吧 应该还是一个越来越不残酷的一个过程 只不过咱们对残酷的标准太高了 变高了 是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 因为这么讲啊 就是在美国呢 其实发现过这个问题 就是他们这个PTSD 叫战后应激综合症 因为呢 当一个人 你到战场上去 然后进行了残忍的杀戮以后 他就没法再回到正常的中国去了 所以他会在这个过程中说 OK 其实你杀死的对方 本身 那个人死了 就没有了 但是呢 对于这个执行者来说 他其实是要背负这个东西一辈子的 那么从美国说 OK 我现在也要对这件事情负责任 我甚至还要出钱来给你去做治疗 甚至还要做这个专门的这个机构 来去养这些人 然后他们可能回到社会以后 还会造成别的社会伤害 对吧 他会处理这样的问题 所以他们说 我们尽量不要让大家看到这个事情 我尽量让这个 或者我们像以前叫君子远刨除 你别看着 那个东西死了 你别看着 你就会坐上吃肉就完了 对吧 但是这个吃肉就有点什么了 对 然后就是我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最近这个二战以后的这几十年的和平 是否是一个世界常态 还是一个核武器造成的恐怖均衡的一个短期结果 就是说未来科技更不可控了以后 这个恐怖和平被打碎了 会造成血流成河 还是说继续延续这种恐怖和平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个情况就是说 就还是回到核武器这个事 就是说美国当时扔原子弹的时候 光明令大 说你们不是说要一亿欲碎吗 我们给你炸死几万人 至少你不用一亿欲碎了 但是呢 也有很多人不信这个说法 一个是不信 另外就是说也许你不炸 也许人家也不会真的一亿欲碎 也许死个三万五万人就不玩了 对吧 所以说呢 就是有点像电车那个困境 你炸死五万人避免一亿欲碎 到底是不是相当于杀一个人就五个人 对吧 是能不能这么对比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在伦理 在这个残酷 在道德这个层面上 它不会有唯一答案 我们心里总还是嘀咕 对吧 就不管这个事 我们从逻辑 从理性上 觉得可能是对的 但我们心里还是在犯嘀咕 我觉得未来也不好说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总的趋势 我觉得是对的 就是说 确实我们可以让战争波及的人越来越少 也许有一天我们就回到了一种 就像我刚才说的 让机器人打 既然你们国家最重要的武器是机器人 机器人都打光了 你何必让人去肉搏呢 人跟机器怎么搏 是 对吧 那也许会走到一个至少是人性化的一个路径上去 不好说 我还是觉得不好说 从我的角度上说呢 我倒是不认为说我们会变得越来越不残酷这个事情 因为你所谓变得越来越不残酷呢 就是人本身是要是重要的 这个你比如说一个人的生命 对于他的 种群 对于他的政府 对于他整个的领导什么都是很重要的 我记得原来斯大林讲过说你这个死一个人是一个悲剧 死几千人的时候他就是个数 对吧 当你被这样的人去做决策的时候 你没法去确定说我们未来到底向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 之所以 现在你说我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好了 对吧这个事情是只是个偶然 对我觉得这个就跟三体说的时候 你看我这么多年都和平下来了 只是一个偶然 这个战争中没有容易的选情 对对吧 你说这个扔原子弹刚才说这个问题 对吧 那你谁也不知道 没地方证委 是没法证委 对 扔原子弹当初是最早是七个备选城市 后来这个陆军部长史听生说这个京都这个地儿不能炸 对 太美了 我跟我夫人蜜月在那过了 他没了别炸 所以京都留下来了 留下来了 今天咱们去日本 对吧 只有京都 还全是那个 很多古 真的古迹 其他所有20万人以上的城市 都平了 全炸平了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 你说这个选择 就因为他跟他夫人在那过的蜜月 这个就是 但是其实我觉得刚才说这个残酷不残酷 主语应该是战争 而不是人 对 人性永远是残酷的 古人他不会这么杀人 只不过他没有机关枪而已 对吧 这个战争越来越不残酷的 比如说咱是一个外星人 这个一万年前来过一次地球 今天又来一次地球 一看人类这个族群已经从 当时比如说多少 全世界只有几百万 变成了今天70亿了 而且这个之前一杀 就是一个这个部落没了 今天变成点到为止 虽然死几万人 但是对相对70亿来说 你这个但是 对吧 以基因学的逻辑来说 以基因学的逻辑来说 老范那个可能是对的 就是现在虽然战争死的 这个基因种类不够多 大家不收了 这个很多基因就变绝了 但是另一个问题 那另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 我们也聊了不少时间了 然后最后呢 我想一下 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一直都在假设 是由越来越有人性的人 来去决定战争应该怎么打 而现在我们马上 要有一个新的选手加入进来 就是AI 他其实是没有人性的 吓死我 对 对吧 或者他替我们决定 什么是人性 对 他这个 因为你要想 教会AI到底什么是人性 这件事 其实还是挺难的 对吧 现在所有的这个 他去决定说 我要去做一个这样的角色 还是要去做那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为什么一帮人 就是美国 OpenAI那帮人 再去做超级对齐 超级对齐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让他去学习 人性的一个过程 或者是像我们一样 用我们的道德标准 去判断每一个事情的得失的一个过程 但是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 我怎么觉得后背这么凉 是的 我对人类是没什么 这个个人的人性 我是没什么信心的 对 AI你更不需要有信心 更不要有信心 对 因为AI这个东西 就是他最后 其实很多人在问我们说 AI会不会伤害人类 其实我觉得AI有时候 他可能不是故意的 就跟小孩似的 小孩是没有人性的 因为人性是在从小长大的过程中 慢慢学会的 对对对 对吧你跟小孩为什么很多时候小孩是很残酷的 对吧他没有人性 AI就是个小孩 甚至连小孩都不如 对吧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让他去替我们做大量的角色以后 他可能就是哎 我一不小心踩死了20个 对吧 或者我一不小心 那边忘了给他们发吃的了 我一不小心忘了给哪去供养器了 他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或者对于我们来说 这就是个小bug 对于程序员来说就是个bug 对吧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是会越来越多的干涉到 我们的生活中去 这个可能我们需要慢慢的面临一个战争的一个新的形势 有新的参与者进来 他那个电影 我机器人不就说吗 iRobot 对吧 你告诉我 让我们保护你 我先告诉你们人类怎么保护你们 就把你们都卷起来 对 对吧 这么简单吗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所有的AI电影里头 其实他都是想象AI像人一样思考问题 但其实AI不是那么思考问题的 AI的思考方式像我们这种程序员会有一些 比较就是更数据一点的理解方式 对 第一个就是说一个不好的消息 就是据说OpenAI本来那个用户手册里说的是不能用于战争 这条被删了 对 用户协议里头说的 但第二条我倒觉得是这样 就是我跟老范子的观点一样 就是说之前所有的以为今天的AI会像人一样思考的 包括跟建立一些逻辑准则这些东西都是错的 至少我们知道今天的XGPT它不是这样的 它更像是一个统计结果 是 它表现的非常像有自我思维 但今天我们还不认为它有自我意识 所以你谈不到自我意识觉醒 但是有一个问题在哪呢 就是说人因为跟人是同类 所以不管任何一个人杀了你或者杀了你的亲人 你是恨这个人 对 你不会恨这个群体 但今天比方说我们把机器人赋予它个使命 做刽子手 有人可能就会恨刽子手 他会认为这个机器在行驶杀人的这个工作的时候 它带有它的情感 或者你今天把一个机器士兵放在战场上去 他如果杀了敌方的人 他不杀几方人对吧 杀了敌方的人 敌方的人他可能会把这个仇恨投射到机器人这个类型 这个物种上去而不是投射到对方去 人的时候他是不会这么投射的 不会因为有一个人杀了你 你家的亲人你就认为人类不行了 所以这有一个问题 会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在战争上 好 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条就讲到这里 对吧 我们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跟历史相关的博主一起来去聊一聊 叫我们俩是 军事历史 军事历史 我们俩个算是理科生 工科生 我们俩其实是工科生 都是两个程序员 对吧 然后我们找了一个 其实你也是工科生 我也是工科生 但只是后来再去没干本行 再去讲历史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会有一些更有趣的碰撞出来 也会非常有意思 好 今天这一期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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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